胡狼 胡狼又稱胡狼或柴狼 是分布在非洲亞洲及歐洲東南部的全科動物 喜愛吃腐爛的肉 在古歪節的文化中被當成墳墓中木南裔的守護神阿努比斯 又稱為冥界之王王者的守護神 防虎之神及冥界叛官 我們不同的樣子 有小的有大的有金子大的有山東的有很多樣子 那這是墳墓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還沒有建好他的房子 一定要建好他的墳墓 你看墳墓多重要 工人早上晚上回家 晚上回家他過來了 他過來了進去烏乃伊的神殿 把烏乃伊的衣服送去掉 他吃烏乃伊多一點 他吃烏乃伊多一點 好噁心的 很不好的 都會很不好的 而且他就是沒辦法的 很愛吃腐肉 而且很會偷偷進去神殿 怎麼辦 傻他嗎 沒有用 我會像他有很多動物 那怎麼辦 我們很聰明的古埃及人 看那個動物 然後做一個模型 很像動物一樣的 然後把這個模型 放在木乃伊前面 然後把嘴巴放在木乃伊的前面 目的是什麼 他們研究了這個動物 他們知道這個動物不愛吵架了 不喜歡吵架 不喜歡打架 所以把模型放裡面 把模型放裡面以後 他們等到晚上 晚上真的木乃伊想進去吃一下木乃伊 就發現裡面有一個 裡面有一個動物在吃木乃伊 其實裡面不是真的動物 是模型而已 那就是看裡面有一個 那個動物就放棄了 就走了 走了 計畫成功了 終於木乃伊是完整了 所以我們在什麼 我們去崇拜一下這個模型 崇拜他了 變成什麼神 保護木乃伊的神 保護木乃伊的神 就是他的專門工作 專門保護木乃伊 還叫什麼阿諾比斯 你們一直看到這個頭 知道這個是 木乃伊的神 阿諾比斯 這邊 在他的神 完成了